最早做出收纳一体麦克风的猛马 刚刚发布了一款超大杯的无线领埃麦LUC MAX 我很好奇在大疆出手做麦克风以后 猛马出啥招和大疆battle呢 各位好 欢迎回到麦科技 我是张晒波 先说结论 LUC MAX还是做出了一些 我在其他麦克风上没有看到的功能 尤其是视频最后和手机结合的部分 解决了很多人的拍摄痛点 猛马它附赠了一个这样的收纳盒 我感觉这个有点大 放在包里不方便 这是我平时出去的时候的状态 一个收纳袋 这是充电盒 充电线 数据线 还有防风毛衣 收纳盒LUC MAX和LUC 150比较下LUC 150略重LUC MAX的收纳盒更瘦高一些 先看一下接收器LUC MAX的接收器会比LUC 150小一点 不过LUC MAX要重8-9克在60克左右 从双旋钮改成了旋钮加后目键的设计 这块屏幕要比LUC 150清晰太多了 这是一块1.1英寸的M-OLED屏 在系统设置里还可以调节它的亮度 发热器LUC MAX也是体积变小 但是重量加重 要比LUC 150的发热器重了10克 来到30克左右 那增重以后的发热器会把你的圆灵短袖坠成 嗯 深微吗 足精足两30克多一点 答案揭晓 除非你的本意就是想当一个擦片主播 展示你傲人的身材 要不然的话还是比较推荐官方的磁吸配件 拉力分散以后衣服看上去会更平整自然 目前萌马只是给了一个磁吸片 这里建议学一下Insta360搞个磁吸的挂绳 酷酷的 发热器变重加入的另外一个功能是内录 这个功能属于是我可以不用 但是一定要有 它每个发热器内置8G内存 48KHz 24bit的音频能录14小时 内录功能 发热器这段打开以后 接收器上有一个小红点提示 细节来了 LUC MAX这次可以在接收器上 直接控制发热器内录的启停静音和降噪 这样就能避免嘉宾在台上滔滔不绝 巴巴巴巴讲话时你突然跑过去 老师能麻烦您看一下麦克风的渊成如枝吗 场面 你觉得这个远程控制内录功能实用吗 降噪功能之前我在LUC 150上不怎么用 LUC MAX降噪功能升级到了一键降噪2.0 你可以戴上耳机对比一下 打个响指吧 它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 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 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 吹个口哨吧 我说你来吹个斜斜的口哨 像一块铁然后是一枚针 磁吸的弧线补过绿玻璃 喝一杯水吧也看看喝 在平静时平静 不平静时我们就错过了一层台阶 一小滴眼泪滴在石头上 最最重要的音质部分 据萌马老哥说 LUC MAX采用了枪层音枪加空气薄膜的技术 技术细节不多讲咱们主要看结果 我去朋友的录音棚也录了一段对比 把麦穗摔打成灰 在忧生的咀嚼中大雪过境 昆主峰的气球开始斑斓的远行 残鸣铺满河床 人们聚在秋天的岸边 一场大火里在插满羽毛的草堆旁 和归来的骏马对视 破碎蛋壳的月光被潮汐收回深海 作为交换水母上山 遮住流动的窗 好奇的鱼游进房子 时间在房间尽头磨洗秀迹 树冠的云落起雪来 它们把甜美的爱灌进屏中 LUC MAX和手机结合 没有采用大疆那种初点转接的方案 还是线 不过不是普通的线 牛叉在哪呢 回忆一下 很多时候用手机拍完回放 都要拔掉麦克风才能听到声音 听一次拔一次再插回去 然后除复重复重复 简直是地狱般的体验 现在LUC MAX定制的这两根转接线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要在接收器上 把手机外放这个功能打开 接收器重启一下 接下来我用手机录一段 我优美的歌声 咱们试一下 熟悉猛马的都知道 它们之前是做图传的 从LUC 150开始 逐步的在麦克风市场站稳脚跟 这次发布的LUC MAX在LUC 150的基础上 不管是整体质感 音质还是使用体验都提升了不少 做到了一线水平 而且像手机的免插拔回放 接收端对发射端的控制 也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LUC MAX我觉得有遗憾的地方在于 收纳盒不能再放数据线了 原来数据线 则放进去 则盒上 多方便啊 纯白色的版本 更多的磁吸配件 萌发老哥 你听到了吗 赶紧立刻马上推出 OK 关于LUC MAX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见